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思浩达书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CD4.0连赛的小组赛 最后一轮的比赛由咪咪对战VG 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比赛 第一个就是说没想到咪咪会输给这个迷你司机 第二个呢 没想到这个VG 倒不是没想到VG能赢 而是没想到VG能赢得这么痛快 第二场比赛几乎可以说就是吊打帝国 把帝国打得根本就毫无环手之力 那么来看看这样比赛秘密和这个VG的一个搬选 VG上来是搬到了一个神灵 这个班人没什么毛病 那么秘密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手搬掉了狼人 全能得搬一手吧兄弟们 这场比赛全是物理输出点 几乎没有魔法爆发 这场比赛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场比赛的智力型英雄的数量 智力型英雄几乎没有 这场比赛 真的几乎没有 我现在看到的智力型英雄就是一个 狮王 狮王不对 狮王 狮王是好像也是力量型英雄了现在 不对啊 这场比赛 为什么全是力量型英雄 这是何道理啊 诶 这 这是什么 什么道理啊 这是 不对 这场比赛还不是说没有智力型英雄 这场比赛是纯力量型英雄的呀 小精灵 谁告诉你们小精灵是智力型英雄的 说小精灵是智力型英雄 那你们玩没玩过 刀他 玩没玩过 刀他 还敢说小精灵是智力型英雄 诶 这场比赛为什么是27个力量型英雄啊 这所有的都是力量型英雄 这场比赛 有点意思这个 诶 有个蝙蝠 蝙蝠在哪 我怎么没看见 不对 我是不是出bug了呀 这场比赛 我好像出bug了 我这里边没看见有蝙蝠啊 这为什么会出来一个蝙蝠呢 最上的跟最下的都没有蝙蝠啊 这是 这是什么意思 雪崩了呀 这把 算了 就这样吧 不管他那么多 咱们先看 反正目前搬掉的这些英雄 基本都是力量型英雄 你看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我的这个画面出问题了 我重新载入一下 我重新载入一下 我觉得好像是我这个出问题了 因为他们搬掉的英雄 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这个英雄列表里边 重新进来还是这尿性 算了 无所谓了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哦 不对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哦 斗鱼这边是三星在解说 左上角第一个是腐王 我能透过这个看得见 左上角第一个是腐王 第二个是神牛 那么不管那么多 先看拿人吧 VG这边一手是拿到了哪家海妖 由于咱们这个左侧的英雄列表是出现了bug 所以我现在看不到都有哪些英雄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只能是看他们拿出来的英雄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场上能选哪些 我现在很迷惑 很迷惑 那么Secret这边一手是拿出了一个lion VG继续一手小哪家 看来还是觉得上一场比赛这个小哪家发挥相当的不错 搬人方面双风的最后一手分别是搬掉了海民和一个后冷支援 那么看完秘密的第二手 早了输 确实早 确实早 5分钟 这场比赛秘密是抢了这个影魔 因为上一场比赛也是肯定是看了这个 肯定是看了VG的这个比赛 所以知道上一场比赛这个小哪家加上影魔的一个配合也是相当不错 这场比赛也是自己抢影魔 mini1的影魔也是打的相当不错的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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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啊大叔 确实好让人家没来这边播了 VG第二手势拿出了一个A 那两个酱油先拿出来 第三手势直接掏出来一个虚空 虚空加A 虚空加A的一个组合 虚空加上A加上小哪家 这又是一个无解的团战体系 就是小哪家开大留人 然后呢 虚空罩住 虚空罩住以后 再让这个小哪家收 然后A太大 可以这个阵容是一个 几乎可以绝对去击杀 对方大哥位的 这么一个阵容的一个思路体系 由于看不到场上 还剩了一些英雄 所以这场比赛 看看秘密在后续的选人里面 是选择 不知道有没有能够救人的点 现在这一点很僵硬 如果知道有这个救人的点 比如说像类似神域 类似像这个 VS之类的英雄的话 那么秘密是可以拿一手的 他们如果完全不拿这些英雄 现在比较僵硬的 就是这个影魔的生存 几乎没有 没有生存能力完全 秘密选择在第三手 拿出一个军团 这样的话是 准备一个强打先手 来远加军团 两个强打先手的 这么一个思路 果然有VS 果然是有一个VS 那么现在这个VS这场比赛 我个人感觉还是走辅助比较好 这场比赛不太适合打一号位VS 但是VS这场比赛 很跟这个Secret一个阵容很搭 它可以跟影魔形成一个双点甲 然后再加上一个高弓 高弓双点甲配合军团 控制方面呢 这场比赛这个军团 加上VS加上Lion 也是点控非常的足 只不过就是怎么去处理 这个VG的团战是一个问题 认识大叔的人不少 不过为了能完整的 看完比赛 还是得去看别人的结束 什么意思 什么叫完整的看完比赛 还是得去看别人的结束 看你的就睡着了 好吧 好吧 VG里边淘了个美毒沙 美毒沙加虚空 加上冰魂 加上那加海妖 这个阵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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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最后就拿出一个黑鸟 这场比赛VG的一个阵容还是有想法的 你别说 虚空的三号也配上那家和AA 一个能够提供定位 一个提供一个大招的输出 然后配两个远程的大哥 而且这两个远程的大哥在初期战线能力还很强 不会被对方轻易的形成这种大优的抱团推进 那么秘密这边剩下的时间倒是还比较充足 还有30多秒的一个时间 这场比赛我担心的就是秘密推起来 这个VG挡得住挡不住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这个虚空没大的时候 这场比赛VG这个人挺吃虚空大的 不过这场比赛VG后边补的这两手英雄我觉得补的很亮 我找火枪 居然还有一个火枪 Mid1的火枪 A4的影魔 还是发达的影魔 还是让A4去打影魔了 没有让发达去打影魔 这首火枪拿出来 拒绝者的黑鸟 欧瑞的美杜莎 这种火枪我是真看不见 因为咱们这左侧的这一个列表出bug了 我是真看不见这个火枪 火枪这场比赛发挥的空间确实是不错啊 团战的时候他只要不要跟这个VS离的太近 然后呢不要离这个正面大团太近 这个火枪是很很 这个发挥空间是很不错的 还有就是这场比赛 还有就是这场比赛 这个VG的阵容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过于吃这个虚空的大 原本我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拿出这种火枪之前 原本我觉得 VG这个阵容拿的相当的完美 就是他这个阵容在拿到一个美杜莎 加上一个黑鸟这两个英雄以后 几乎可以说完美的解决了 对方的这种Lion的 Lion的跳楼先手 或者是这个VS的先手 以及军团的先手 就是这个美杜莎 加上黑鸟这两个点 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火枪 单纯就阵容而言 我个人觉得 VG仍然是不难打 就这套阵容来说 仍然是不难打 然后秘密这边 主要是看这个火枪 这场比赛发育怎么样 但是从前期的一个 游走能力上来说的话 VG这个阵容 几乎前期没有游走能力 AA加上这个小大家 只能挂线杀人 你想去游走杀人 太费劲了这个阵容 而且战线的两个大哥位 一个是黑鸟 一个是这个美杜莎 这样比赛如果你是黑鸟 去中单 配合这个AA和一个小大家 杀人还是能杀得了的 就是我黑鸟把这个人关 关注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美杜莎的网 加上这个AA的一个寒冲之族 过来可以完美的 进行一个衔接 但如果你还是一门心思 让这个美杜莎 去走中路的话 那么对方只要在上路 只要在上路这条线上 我放弃在对于上路 这条战线 就是你黑鸟站哪条线 我哪条线上就放弃 或者跟你刚三 要么我就放弃抵抗 要么我就跟你刚三 那我就不会吃亏 然后火枪这一路 没有人能够去 就是火枪如果走中 你黑鸟又不是走中的话 那就没有人能去游这个火枪 完全杀不掉 火枪跟美杜莎 就是一个护肥这样的比赛 神服方面 这场比赛是VG 三服开局 VG在抢神服方面 占了比较大的一个便宜 但是其实一个占的 一个便宜挺奇怪 Secret这个阵容 前期虽然说前期 跟对方打的话不太好打 但也不至于打成这样 抢服起码不应该 是这么大的劣势 大叔老实交代你多久没直播了 我其实一直都有直播 只不过没在斗鱼播而已 斗鱼这边的刀的版权实在是太少 少得吓人 这跳过来给上一个网 三个人合击 A4这个位置还是成功的逃生 这也拦了一个春刺 他比他下一个锤的CD还是比较长 而且影魔一级肯定点的是这个被动 直播死灵不可能去点影压 所以这边也没有去形成击杀的一个机会 这个影魔带Lion带VS的一个钢三的话 VG这边没法打 VG这几个人本来就没输出 你跟对方这几个人去拼输出的话 就无异于作死 尤其是影魔一旦到了二级以后 这个你跟影魔再去对拼输出的话 就是两严压或者三严压 配合自己的两个控 随便瞄你任何一个人 前期的这个三连压配双控的话 就算是这个虚空都是可以直接秒的 你根本就来不及跳就死了 中路的捕捣方面目前美术杀是7-2 这个也是前期台的攻击力优势 虽然说没得让这个火枪弹道有优势吧 但是攻击力毕竟还是差 发达在上路的这个正补 现在是3-2 那么黑鸟也是3-2 你上路放一个 这样比赛VGR你要这个分路的话 这个VG走远啊 这样比赛 没有这么分路的 这么分路的话这个太亏了 真真的太亏了 没办法在中路也被这个美杜莎确实用那个秘书一手耗掉了不少血 这个前期的对线如果分路不进行调整的话 这么打一些的话很亏了 这里一个影压 这里赶紧跳走 Line现在还是只有1级 你等Line到2级 加上2级的这个VS 还有2级的影魔 甚至有3级的影魔的时候 他有可能直接秒你的这人的 这时候还是想过来去杀这个A4 你输出不够啊 混战局是 你哪有输出啊 你这打不见 这虚空杨卓没有跳 那一血吗 还是被对方拿到了一个一血 VG里边 虽然杀掉了这个影魔 这里VS再继续追 你剩下这俩人没输出了 完全没得打 这里一个穿侧 再杀你一个 这里冻住以后 国师无双也没输出 国师无双这边虽然还有一个激流 但输出不够 影魔复活过来以后的输出 也是远胜于你的一个虚空假面 打不过的呀 哪有这么刚三的呀 你拿着跟虚空刚三有什么用啊 还影响虚空升级 这个到6级 等虚空到6级 对方也一堆6级的了 VG不能这么打呀 赶紧换路呀 不换路很难受的 你这么打 假不做好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狼了 他二级为了杀人 生的是妖术 没成西兰 没成西兰 上路现在黑鸟跟这个军团 两个人也是 两个人基本上就是护肥 黑鸟这个补刀 还要吃一些亏 然后中路火枪的补刀呢 现在也是占优 下路影魔也是占 影魔跟你的这个虚空的补刀 虽然是差不多 但是他现在人头数比你多 人头数比你多 而且他们是拿到了一血 哎呀哪有这么打的呀 把自己做保稿了这个 把自己做保稿的节奏呀 这里一个穿侧 锤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直接压死人 这时候你给上一个 你给上一个集团之处 有个卵用啊 你根本打不过这几个人啊 换路吧 不换路真的不行 这别再来别再来下路了 这里锤一下 但是影魔这边的蓝不够 两人压 所以也是没有选择 继续往上跟 Lion现在是三级 选择是加了二级的 一个穿侧 还是强化自己 打一波的能力 并没有选择去增加这个锡蓝 来给自己强调一个续航 影魔这也拿到了 自己的一个听界 也是可以帮助自己的队友 去回回蓝 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 刚三的时候 王者之界这个道具很有价值 Madewan在中路 现在的补刀 也是来到全场第一 26-12的一个正反部 看来一个穿刺 两个硬压 给上再给一个锤 这波抢大家吃魔伴漂亮 这波拼得很成功 看看国师无双能不能跑得掉 这里 VS有一个吼 吼一嗓子 VS的吼呢 VS的吼呢 火枪支援过来以后 一个流线弹 这里给上一套输出 没来得及跳 Madewan的这个追杀 非常的成功 好在这里 冰魂是利用自己的 这个魔伴硬生生 是嗅到对方 一个撅 但还是被帕皮追上来 给了一个好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打到现在为止 6-2的一个开局 而且秘密现在是一个 就是不夸张的说 这个局面打成这样的话 几乎可以说 是秘密的一个三限优 因为军团的发育 是不是你一个黑脑 能限制得了的 军团是一个 可以很轻松 限业双收的人 影魔这个人 来到了中路 我去补一补发育 然后让火枪 是来到下路 配合自己的队友去钢三 那火枪来下路的话 VG这边的一个 下路钢三更打不过 因为火枪现在有等级了 火枪在没有到6的时候 他的这个钢三 不如影魔系列 但是到6以后就不一样了 而且火枪这样的比赛 虽然前两级 点的是一个爆头和瞄准 但是后来的三级 是连去补了三级的流线弹 老十一现在还是只有5级 帕币也有4级 现在一个锤 锤住 一个穿刺 一个G 再加一个羊 直接秒杀 这个就是为什么火枪 这时候来到下路的原因 他到6级以后有爆发 他没有到6级 之前只有平A 这个不好杀人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火枪 在下路的无解肥 然后影魔开始利用 在中路传统的 这个影魔的一个现眼双收 利用自己的影压 进行现眼双收的这个工作 来看一下现在的经济情况 目前火枪经济全场低 影魔的经济 现在仅仅排在全场的第4位 仅排在全场第4位 他并不如对方的这个上路 在这个中路的美术沙 和上路的这个黑鸟肥 但问题在于 就是我这边整体的经济都很好 而且我整体等级超级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这个经验差 经验差现在也接近1000 而且等级方面 黑鸟目前是全场第一 他一直一个人在上路待着 加上比较多的一个反补 然后发他这边 现在的等级是6级 5级的一个影魔 7级的一个火枪 但是我两个酱油是双4级 你的酱油是双3级 这个酱油位的差距 在比赛当中 其实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 大哥位只要到了6级以后 战斗能力其实差不了太多 但是酱油位高一级 就是一级 这Lion是开了一波 自己身上还吃到了一把双倍 身上的这个鞋 加上风能之温 也是让自己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 看到这波开悟到时间了 绕上来以后 火枪一个人在上路 现在是 呃 眼位方面 这里有一个眼 这里有一个眼 是看到了 应该是看到了 这个军团和VS 这个VS站位 也是被对方的这个兵线 应该是暴露了 这样啊 双方应该是一波互换 但是这个军团落地以后 这个大招 要照吗 来取消了 这第二张TP 哎没取消 蓝牙还是落下来了 这样的话 军团是被对方 虚空第一个大招直接带走 VS给上一个锤 这里吸蓝 吸了很多 但是自己感觉很危险 这里辩扬一下对方的黑鸟 哎这没有别人过来支援 一帮酱油过来 没有主力吗 这 这是来送死的吗 全都是 这里看一下 绝者这个位置 绝者这边只要能跑 这边都不亏 这个秘密 这边 这边塔救的 莫名其妙 这边塔救的 TP站的两个送死的 一个军团替起来以后 第二张TP这个line很长时间 被对方的虚空一个大招直接罩住两个人 不过这个老十一的大招罩的位置也很好 当时那个位置他其实是看不到这个第二张TP下来的位置的 但是他依靠着自己对于对方这个TP 因为TP只能踢到这个位置 你看不到 其他的位置基本都可以看得到 但能够罩住对方第一个人的基础之上 选择把对方第二个TP的位置给罩住 这样发他这一波节奏被断 也是导致自己这个经济原本是很好的一个经济情况 现在也是进入到一个劣势 这个劣势还是挺蛋疼的 这个劣势的话就让他自己的这个跳刀迟迟做不出来 这里又是拉了一波远古 远古现在是四波 三波吧 石头 龙加上这个 雷附兽 这里加速神 佛罗美朵杀直接给A掉 老十一的这个第一个大招打的还非常成功 看看一会第二个大 现在也差的不多了 发他 发他 这个位置看一下 Lion 给上一个羊 再接一个穿刺 开始吸蓝 但是没有其他的人跟上来 Secret这场比赛的这么多控制的情况下 到现在为止 反而开始感觉好像打不到人了有点 火枪的装备选择的是假腿 天鹰剑 然后开始做封链 比赛现在打到十分钟 火枪的精力全场第一 二三四全都是VG的人 那么第四 第五名是这个影魔 看发他了 这样比赛 就看发他的这个军团 什么时候能够把跳刀做出来 发他这样比赛的表现 真的是有点滑 发他感觉 这个自从转成三号位 刚一开始 经验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发他现在就是滑的越来越厉害 他说虚空的膨胀技能 是哪件装备引起的 哇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这个我是第一次见 应该是这个吧 应该是这个 什么万事战腕 星红见证者的万事战腕 应该是这个 我们这里一个影压 一个平A VS跟上来的有点慢 有一点慢 这个节奏好乱呀 Secret这段时间打的 看看VG的节奏吧 VG现在 美杜莎 这个非常健康的在发育 黑鸟的发育 也基本上算是正常 然后装备方面 选择这是家队天鹰界 然后直接去做BKB 这个黑鸟 直接做BKB Lion的跳刀 现在迟迟做不出来 军团的跳刀也做不出来 那这个BKB确实还是厉害 跳刀如果是Lion有跳了的话 其实BKB这个道具没什么用 不如林肯 或者说林肯加BKB都要做 最好是这样 美杜莎在清华里边远古以后 经济也是超过了火枪 火枪的装备 现在是封脸 加上甲腿天鹰界 魂类大魔伴 下路虚空 现在手里边是一个点金 然后就准备出跳 军团距离自己的跳刀 还差800块钱 这个节奏现在秘密已经乱了 这个VS这儿吼一嗓子 对方一个跳直接开溜 虚空这边准备跳大了 这个名 哎 这个 这阳柱给让一个穿刺 加决斗 Lion给大 但是这波黑鸟一个关 出来以后 给网柱以后 一个压倒行动室 漂亮 觉得这波还是拼掉了 对方的一个虚空 哎 在这个大招砸过来以后 并没有砸到人 想大家开大 过来留人 开一个分身 但是自己的队友 似乎离得有点远 收了大招以后 看看Lion给上一个穿刺 但是被对方想大家 有一个网 加上这个分身 赌 发达的压倒行动室 现在没有蓝 有蓝的话 这些幻象可以全清 那么这波等于是 被对方直接杀了一个虚空 虽然教了很多的技能 这波 而且没有能够达到攻击力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 结果还是可以接受 Made One的火枪 继续去保持自己的一个发育节奏 下一段装备不出意外 应该是雷锤 这个火枪天赋上面选择 加的是减CD 一个假腿 加疯脸的火枪 居然不加攻 这是什么思路呢 确实在10级天赋里面 15%减CD 这个是一个性价比超高的 一个天赋点 但问题是 对于火枪这个英雄来说 这个15%的CD 不太好说 现在还不太好说 看看一会儿 看看实战效果吧 看看实战打起来的效果怎么样 看看这个位置破物了 Made One这里又是破对方的物 又赶紧跑 差一点被对方找到机会 由于虚空现在手里 还是攥着一个大招 所以现在也是主动权 就是进攻的主动权 目前还是在这个VG手里 但是VG这个阵容 就是就那一波的机会 成也是他 不成也是他 就这一波 所以还是不太好发挥 火枪这里铺一个流线弹 那么这一波 对于上路伊塔的一个推进 应该是结束了 影魔在中路带线 美毒莎一张TP回来去收 那么两边都是互相去守塔 因为现在局势拉的比较 可以说局势方面拉的还是比较紧 那么两边都不愿意轻易的去放塔 在守塔方面明显还是比较积极 火枪的装备选择直接去做大炮 是一个思路 就是甲腿加上天鹰戒 加上这个封联以后 对于火枪来说攻速已经不成问题了 开封联以后这个攻速绝对够 那缺的就是攻击力 缺的是攻击力的话 对于火枪来说 补输出最好的装备就是大炮 没有之一 中路的这个伊塔也是被对方直接拆掉 这样的话对于秘密来说 现在是一个伊塔换伊塔 那么VG这辆比赛 打到目前来看的话 黑鸟的BKB已经快做出来了 进攻的号角应该是黑鸟的BKB 加上虚空的跳刀 两件装备 美图杀是直接开始去做兵野 并没有去更大推推 军团的跳刀出来了 看看这拨开悟 跳过来直接给决斗 来大招 穿刺加大 火枪一个G 这拨拿到了攻击力 黑鸟由于不在附近 所以没法给关 这里VS锤 留下抢大家 这里给上一个网以后 看一下这个VS 换一下美图杀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发达过来给一刀 还比这个位置肯定是凉了 这个毫无疑问 火枪一个G 国书双这里 一个压倒凶势 是nice 发达这波反应很快 火枪这拨打完了以后 也是招人逼赶紧跑 Ace的影魔是引刀 引刀开起来以后 只能是往后撤 但是并没有找到进攻的机会 但即便如此 这波还是VS完成了 一波一换二 找到对方的虚空 加上这个抢了加 VG这场比赛 最主要的 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团战的时候 黑鸟一定要在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黑鸟 绝对不能成为 被对方第一时间攻击的目标 这个很关键 只要黑鸟 第一时间不被对方控住 那么黑鸟就可以去 救掉任何一个人 然后美毒鸟就有时间 开着大招 上来掩护自己的队友 火枪这边水晶剑 已经到手了 吃一个小蓝 真假眼 这个全都是secret自己的 这个地方跳过来以后 想决斗 第一时间没有找到人 但是火枪的流线弹 掩护的非常成功 影魔在这个位置 找机会在摇大 但是这个自己的隐身 到时间了 往回撤一下 这波VG要走啊 这波不能打 这波不能打 虚空这边跳 已经用过了 这波不能打 这里眼被排掉 有没有真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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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真眼 VG这波没真眼 这里虚空是跳到了 这个树林里边 随时准备去进攻 对方下路出来带线的人 好像这也不着急 他应该是看到 对方虚空跳起来了 这个火枪 火枪凉了 跳上来直接给他 队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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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队友吗 VS在后面蹲 VS 但是VS 蹲的这个位置 其实挺近的 这就是只有一个VS 在这一带 这老十一蹲了很长的时间 发现对方并没有人过来 自己也是 很无奈 因为线上并没有眼 他们刚才在这个位置做的一个演示 被对方提前插好的真眼眼给秒排了 这样现在火枪的经济呢 还是能够勉强跟得上对方的纬度杀 没有差距特别的大 这个是卡一下 一下又是卡一下 今天的这个DOTA2不知道是怎么了 老是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号 来下落 这里找到了一个冰魂 再给人一个穿测 留住 再给平A 伟分队临死之前呢 是放了一个大 放了一个寒冗之族 不过这个 伤害不足以能够去击杀对方 临死之前其实给的输出已经很高了 影魔这块开一个引刀 看到了对方的米兜杀 看来上来 跳刀过来 给决斗 决斗给上 影魔 这个米兜杀已经开起大招了 已经开出来大招了 这里向大家开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 米兜杀 一张TP亮起来 留不住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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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可惜 VS这块有一点点机会的 刚才其实是 那么这一波的进攻失败呢 现在秘密是11比5的一人兔领先 但是VG在经济上是领先的 这个经济的领先优势 其实这1000多块钱 可以说都是在远古野方面的一个优势 这个影魔有点没看懂 这个影魔真的有点没看懂 火枪和大炮 第一个装备大炮已经出来了 大炮已经出来的情况下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一个蝴蝶 火枪这场比赛也就意味着 他的团战已经想好了 这场比赛就是不主动进攻了 就是等对方去 等对方上 等对方上 然后VS救自己 如果VS救的好 这个团战就能打赢 VS救不好就凉 很拼啊 这场比赛没对完这个出风 老十一 下一段装备看看要不要考虑去做个A仗 要不要考虑做一个A仗 然后考虑做A仗加刷新啊 想得出林肯 林肯 林肯防对方的决斗和Lion的跳扬 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吧 比较稳妥的一个思路 这个算是 来火枪 火枪 火枪被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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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回头一枪两枪 给一个G 这里取消以后 这里开启BKB的一个黑鸟 VS换一下 接着给输出 比如黑鸟关一手 军团 刃甲决动 FZ跟上来 美兔沙开大往上顶 开着冰眼 带着冰眼 直接把这个 哎没杀掉吗 第一时间 虚空跳上来以后 再给输出 去跟着这个Lion Lion这里给上一个羊 再给上西蓝 自己对面对方的 Ori的一个美兔沙 直接一死 影魔这波又是零作用 影魔又是零作用 火枪这波团战达了2400多的输出 所有的输出 几乎都是他贡献的 那么自己的队友 是贡献了一些 这个致死输出 但是并没有能够 形成一个有效的 对于这个团战有效的 一个帮助 只不过就是 为什么这个战斗回放里边 这个bug也太严重了吧 一波团战人用了四次 零动心是什么鬼 看一下VS 这边吼上一个 跳刀刃甲决斗 向大家开大 毫无办法 毫无办法 虚空这块 已经有了自己的下一个大 但是差一点点蓝 决阅者的黑鸟 这场比赛 这个第一件出BKB 出来以后 这个效果还是体现出来了 你是一波开悟吗 这波军团并没有大 没有大的一波开悟 是什么意思呢 这块是一个A 这要是开悟只杀一个A的话 有点亏 这个炎已经看到了A的走位 A已经是个死人了 A这个位置肯定是已经死了 跳过来 准备给决斗就可以了 一个决斗给上 引火两巴掌 直接拍死 最后是巴塔自己拿到这个人头 加上拿到攻击力 加了38点 不是特别高 看看这个穿刺 加西兰 一个羊 一顿输出 直接A死 漂亮 虚空跳过来以后 这个只能跳走 没有第一时间能够大到火箱 大必过来给上一个锤 看看火箱的输出 怎么准备怎么给 VS换一手 换一手以后 这里几个换相 把这几个换相A掉 这个影魔 影魔还是难发挥啊 这样比赛 他这个影魔第一下 装备出完引刀以后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去打 美毒杀 由于这个装备 选择的是冰眼 然后准备去直接出这个大炮 所以就是 其实火枪 第一个直接出大炮 也是为了能够打这个美毒杀 他更疼一点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BKB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虚空的下一个装备的林肯还是差一点 在等自己的队友 可能队友是一个Lion 这两个人杀不动啊 有点硬的这虚空 1900血的血上线 Lion现在是2级大 而且对方在蹲 很多人都在往这儿靠 这儿有一个眼 是可以看到对方在往这儿靠 那这样的话军团应该是不会动手的 军团下一件装备是挑刀刃甲 然后做引刀 火枪加影魔 两个人过来打入山盾了 口上一个剪甲 但是并没有剪甲章 军团也进来给输出 这个打的速度还是有点快的 打的速度还是有点快的 看一看这个VG能不能来得及 好像来不及了 好像是来不及了这个VG 这方有打破热 能不能堵在里面把他们 小大家开大流人 虚空过来 可以照 看看是杀火枪应该还是 不杀火枪吗 不杀火枪吗 卧槽你们他妈智障啊 这凭什么不杀火枪啊 觉得第二波再过来打火枪 也能打得过 来来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空了吗 没空 大到痛到对方的一个虚空 这个火枪A死对方一个A 这个时候被虚空出来 我直接锤死 黑鸟一个大招再走 哎这 好尴尬 A死的时候 利用自己死了以后 这个大招炸死了一个黑鸟 不是这波团战打的简直就莫名其妙啊 第一时间过来捶火枪啊 让这个火枪一波团 打了5500多输出 这凭什么呀 虽然说是一个大招 可以同时罩住一个影魔家军团 但没打死呀 美毒杀去主要就粘着这个火枪去给输出了 然后其他的人都在都在分别打不同的人 这波团打赢了是打赢了 但总感觉好像第一波如果打火枪的话 效果更好 就如果你大家可以显示 如果这波第一时间过去直接找这个火枪的话 呃 当时火枪身边好像还有一个人 等于好像是VS 因为我看VS把影魔换出来的时候 这个影魔是站在火枪身边的 直接罩住那两个人的话 打起来感觉更好打一些 哎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这波打赢了 但是咱们上帝视角看的更清晰一些吧 火枪有盾也无所谓啊 你先把他打死呀 你先把他第一条命打死 你火枪不可能就 那就不可能打出来 像刚才那五千多输出啊 影魔现在的这身装备 你梦死他 他也打不出来五千输出 美图刹现在是冰眼 加上水晶剑 然后准备去出打炮 这样比赛VG 到现在为止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而且虚空现在已经有了三级的大招 CD超级短 下一条装备果然是拍手去奔A仗 他这个A仗出了以后 下一条装备百分之百是刷新 他百分之百要做刷新这张比赛 有了刷新 他就不用担心对方VS的问题了 就是你VS如果要是选择 就把这个人换出来的话 大不了我再刷新再照你一遍 就完整事了 影魔这张比赛 真是没什么存在感到现在为止 他经济其实不算差 一直都 他一直都比这个黑鸟经济要好 但是他真是没什么存在感 军团 这个战甲直接决斗 找对方的这个小拿家 其实找的目标没毛病 VS给换一手 发弹没死 但是VS肯定不少量 亚不作用已经死了 正面的场这里一个压倒性优势 然后一个跳刀开溜一波 这里老十一还在往前追 但是追不上 又跑得有点快 哈比这波量了以后 看一下小拿家开大流顶魔 虚空虚空的大招还在 虚空不着急 跳上来 大住火枪 结束了这张比赛 这张比赛打成这样就结束了 影魔这边打了半天 哎 这密斯出的也太蛋疼了吧 这影魔什么脸啊 这是 什么脸 这边团战被VG打了一波零换四 那张比赛基本上算结束了 他来一个人在后排去断这个兵线 这里A一下 A两下 开刃甲 开引刀溜一波 但是这儿有真家眼 关一手 出来以后再接着给输出 引刀快要时间了 虚空哎这个被动晕 然后没反应了 好蛋疼啊 这波 虚空都已经 都已经脸红成这样了 第一下直接出被动晕都没杀掉 但是问题这波上高挡不了啊 这个火枪三十多秒 影魔三十多秒 有塔防倒是 有塔防 有塔防可以拖一拖 我估计VG这波有可能不拆 不对 这个虚空也过来了 虚空也过来的话呢 还是要硬上 还是要硬上 不过这个稍微等了一会再硬上的话 这波应该最多也就是清掉一个拆高地塔 不拆了 这波不能拆了 他们如果一开始没有往后退 直接选择拆的话 还是有希望能把这个塔给磨掉 但是回了一下头 等了一下自己其他队友的一个站位 我估计可能是统一了一下思想 什么样 就是到底是拆还是撤 统一了一下思想 然后决定撤 影魔现在引到BKB 然后战谷 甲腿天鹰界 再开始去出自己的一个A杖 这样等于高地并没有破 也没有掉高地塔 拆表圣坛 发塔应该还是在这个地方 想要去找对方的这个 找一个绝对的点 但是来的又是个美毒杀 又杀不掉 美毒杀这边做出了自己的大炮 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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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波发达 这个操作没有问题 只不过就是美毒杀反应也很快 因为他当时想的是 我要加上这个强弓 然后再开启刃甲 再给决斗 这样才能有可能 能够凑够去击杀对方 美毒杀的这个伤害 他这个操作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欧瑞反应很快 直接一个大推推走了 那虚空做出了 已经做出来自己的A仗了 60秒一个大 现在 当比赛VG 基本上已经拿下了 Secret不是没有翻盘点 但是他们的这个翻盘点要求太苛刻了 就他们现在唯一的翻盘点是手高 正面打五五团 一点希望都没有 或者是VG 经常五个人不在一起 然后呢 老是给你机会 让你去找到机会 去杀人 只有这样一种情况下 就有可能能翻盘了 否则的话就算是 即便就是手高地 也只能寄希望于VG 就是贪 VG在明显该撤都是不撤 然后就用枪打 出现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可以翻盘 否则的话 现在这个 就是一个无敌的 这就是一个没有翻盘点的一个局 目前 只要VG不给机会 这样比赛就不可能翻 VG也不需要什么特别复杂的操作 就是永远五个人不要离得太远 让对方有这个抓单的一个机会 然后自己就是抱着美图沙去推 把对方的人压在高地上面 然后做一做视野 等个肉山盾 直接上一波强上高就可以了 他在优势局强上高地的时候 这个任甲决斗 影罗直接摇大 这边游戏又卡住了 这个剧情不难去 不难去想 这两个人 你看这两个人 你打不过这个魔杂 贝努就还一边二了 这你还打个毛线啊 这你还打个毛线啊 二打一被对方反双杀 还能够没打掉对方一半血 你这游戏还玩啊 然后对边还拿了一个天命恢复 直接上高就可以了 这真的是直接上高就可以了 一个网 网住了一个VS A的大招飘过来 黑鸟开始给输出 给火枪过来 这个美毒 我去又被小拿加一个大招给睡了 火枪第一时间没开BKB 难道把Lion给让一个穿侧 火枪 BKB要不要开起来 BKB开起来 VS换一下 先把角色弄死妈角色 关了一下自己 美毒杂开始往上走 这个美毒杀现在挡不住 美毒杀太强了 连着两个暴击 连着两个暴击 直接带走 已经GG了这样的比赛 这波连虚空都没过来 虚空连大招都没放 就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美毒杀25级天赋 加这个分裂剑继承攻击特效以后 这个大炮的效果太明显了 军团跳刀过来 认甲直接决斗 单杀一波对方的A 拿到一个头 主要这场比赛军团的攻击力也没囤起来 正常情况下30多分钟军团应该有100多攻 就不算特别无解肥的军团 就是正常发育 然后日子混的还可以的那种军团 应该有个100攻 应该不过分 但是这场比赛他没有拿到100攻 也不是因为他的决斗 他决斗的成功率本身应该是不低 但是被黑鸟磕太惨 每次一决斗就被黑鸟关 一决斗就被黑鸟关 自己的队友这个时候过来打一波肉身 Secret在空盾方面的这个节奏还是比较紧 这儿有一个眼看到对方的人的位置 这儿还有一颗眼 这儿还有一个眼 这样他这个肉身感觉又是被Secret拿到 二代肉身 这里虚空一个大能大几个 这个是没有放 看不到人黑夜视也不好 有魔现在是引刀 BKB 然后有4000多的存款 准备去做的是一个蝴蝶 还是要强化自己的一个平A输出 经济方面目前是16000 比黑鸟要飞一点 比虚空穷一点点 老十一居然不做刷新 要做BKB 火枪的BKB出来以后 准备去做的是一个MKB 这个军团量了呀 军团走不出去了呀 还有这种操作 我去 还有这种操作 小人家一个大招睡上来以后 这哥俩全让对方踢皮走 跳岛走了 还有这种操作 我的天啊 这虚空空大了 这被对方看到对方的虚空过来了 看到对方虚空过来 直接是准备好了 跳岛 直接跳岛开溜 这辆比赛真的没有什么太拖岁的必要 这Secret将比赛没有翻盘点啊 现在 火枪现在的经济差已经是跟被美对沙拉开到了7000块钱 影魔跟美对沙差了1万多 说实话 VG这些打过来打这个比赛挺不容易的 顶着这么大的时差 顶顶着几乎是12个小时的时差去打这个比赛 发达这里选择是做了一个天堂 用来去应对对方美对沙的这个高输出 因为美对沙到现在为止是没有做林肯的 而且天堂无法被驱散 所以这个天堂这个道具出的还是比较极致的 只不过这个美对沙的装备确实有点好 但这个美对沙为什么会考虑做强席 要是没有选择去做一个 再增加一点属性装呢 他现在其实还没有那么硬啊 尤其是开封联以后 这个美对沙其实他的护甲是很低的 Secret是下落吸引一下 然后剩余的四个人开悟 进对方家野区 在自己其实没有什么视野的情况下过来找人 这里是一个AA 晒AA不划算 这里跳刀过来 扬住一个AA穿刺的破林肯 技能顺序给反了 火箱这里开始给输出 老十一这里一个大招盯住 VS换了 换这个位置好像不太理想 看看AA的这个大招砸出来 砸到了这个A死身上 这里又是一个跳羊 这个技能怎么感觉顺序又反了 亚伯作已经习惯了 这个跳刀给羊了 并没有第一时间用西兰就破林肯 那么这样了 这一波是被 Madewan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波双杀 杀掉了一个AA和一个虚空 虚空这波大招已经交了 没有买活 有买活但没有大 有买活但是没有大 决定者的这个黑鸟 现在是跳刀林肯BKB 在做冰甲 A死的影魔影 这是蝴蝶的一波 然后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大推推 火箱现在是大炮 蝴蝶已经出了 应该是 大炮蝴蝶BKB 分身斧大推推 没有分身斧 大推推加封眼 还有一个复国盾 这个上高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虚空一个买活出来 然后直约一波反打的一个节奏 现在美朵杀的一个装备领先 优势还是太明显 过来以后直接 这火枪瞬间空血 什么都没干就空血了 想到大家这波开始大招 往前找留人 这时候虚空已经复活了 都没用买活 这个火枪 这个火枪开启封脸 给出出 虚空这个大招怎么给 罩住了 罩住了 美朵杀开大 石化住 开始给输出 这里军团找后排 也被石化了 这个时候火枪要直接被A死吗 火枪直接被A死 两条命全交 影魔站在高地上面 摇一个大招 但是还是顶不住对方 美朵杀的一个输出 吃奶酪 但是还是要被对方几个人直接A死 临死之前想压领和影压 也是没有能够打出来 这样欧人已经变态杀戮 发大这波是在后排 决斗成功 然后Lion没有死 其他队友都死光 VS也没有死 就死两个大哥 两个大哥换了对方一个A 没有翻盘点的主要原因 就是美朵杀的装备领先 太实在了 他不是说我身上有好多的存款 我身上挂着七八千块钱的存款 我领先你五六千块钱 但我有七八千的存款 他不是这样 他领先你四五千块钱 他身上就两千块钱的存款 那也就是说你把身上所有钱花光了 他装备也比你好 这个已经平推了 换我上都赢了 我跟你讲 这不可能出现意外的 你不要担心 nice 已经2018年了 你知道吧 不是赌奶了 这已经不是赌奶了一年了 军团下降装备 准备去做的是一个A杖 A杖 这个军团 这个A杖其实有想法 绝对是一个有想法的装备 这个军团 这虚空跳过来 一个大招照住 军团凉了 VS这里换一手 还是强行要过来去救一下 而且这个VS换完了以后 并没有人过来继续给输出 这个打的好稳呀 VG这一波 自己大哥并没有第一时间能够赶到战场 所以干脆也就不打了 美独沙这里吃音乐 身上带着MKB 仍然有钱买活 也就是说美独沙目前身上34000的总经纪 有31000多的有效经纪在身上 飞龙七连怎么输 闭嘴 你放心 你放一万个钱 这辆比赛 这辆比赛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翻的 差距太明显了 你现在虚空跟黑鸟的经纪都这么好的 加上一个34的美独沙 你这种军你怎么可能会翻 真的换我上都赢了 虚空现在是 这个虚空身上的存款 虚空身上的存款好奇怪啊 没看见他买什么东西 为什么这个虚空的存款不变呢 我去这个暴击这个爽啊 美独沙现在这个装备领先优势非常的巨大吧 这两个小辣家的幻象 直接一个西兰 哎呦 这个lion的等级都已经21级了 西兰 三发西兰 轻幻象倒是确实是个好技能 呃 扑吾拉扑吾拉看到了美独沙一个羊羊猪 军团要不要跳上去给决斗 要不要跳上去给决斗 要不要跳上去给决斗 还是不给lion一个穿刺 居然他拿的空了 这里找黑鸟 黑鸟这里是有一发林肯 那这样的话 虚空是一个大招照住了影魔 影魔就凉了呀 哎 这个奇怪了呀 他不决斗美独沙 哦 他有A仗 他有A仗我忘了 他有A仗 我给忘了 我给忘了 他这个A仗出的把自己卖了呀 感觉 这里虚空跳过来 火枪疯狂狂出出一波 打不过 无限的晕 这无限的晕 看一下一个羊羊猪 一个大招直接秒掉了一个虚空 想到家直接被A死 这个时候美独沙上来 开始给输出 火枪瞬间被秒 几乎是一个 然后再关上一个VS 出来以后连续暴击几下兵A A死 火枪有买活 但是于是无补了 夜眼信使是被这个军团给偷掉了 军团又跑去盾兵线了 但这个时候兵线其实已经上来了 这拆几地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三路了呀 VG这边又是打的 不过VG现在确实人头 人头数量上其实没什么优势 火枪买活的话 他没有撤 虚空死了的情况下 这个VG没有大控 等于两个大控都死了 但是火枪这拨买活以后 他的这个装备更新也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 25000的火枪身上有1000多的存款 按道理说这个火枪的输出是够的 攻击射程也是真的是远啊 这个火枪1200多的射程 1200多的射程 1200多的射程 已经超过跳刀的范围 这有影魔身上是飞鞋 引刀 BKB 蝴蝶 还是在憋自己的大推推 这个肉杉又被Secret拿了 这VG这场比赛为什么一直不空盾呢 这个刷人球碎片 这刷人球碎片被Lion给拿到了 Lion这个应该 Lion有A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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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n的A仗基本上就出来以后 可以拿这个当做一个小技能清兵史 非常开心的这个技能 因为他A仗以后 这个技能的CD就20秒钟的时间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技能 军团一个压倒新优势还15秒 Lion的一个三级大就20秒 然后伤害有1025 还是个AOE Lion现在是全场杀前最强烈的英雄 清兵最快的英雄 没有之一 他是唯一一个 一个技能就可以 百分之百清掉一波兵的英雄 他说25级影魔天赋 减CD和加那个加魂的攻击力 看一下有没有反隐 看到反隐的工作怎么说 想大家身上是一个 哎这个决斗又没给上 但其实也不能给 他这个这个决斗给上的话 感觉他自己要凉 军团的天赋在 他24级还没有到25 还没有到25级 下路这个冰线又已经是 逼到了自己的高地 肉身盾又是在火枪身上 然后影魔这里身上 现在是没有带奶 奶酪应该是给了 奶酪也在火枪身上 好吧好吧 这个刷新球碎片 确实挺难受的 刷新球碎片 真的是不太好选择 去给谁 这个发达这个战略 被对方扫到这个VG 有没有可能过来 主动找这个发达 我现在在想 现在发达的这个军团 出完A仗以后 他最好的选择 就是去后排 去决斗这个黑鸟 其实 如果他能开着刃甲 决斗到黑鸟 是最划算的 如果决斗不到黑鸟的话 他第二个选择 应该是决斗这个虚空 这两个人 比较值得他 现在用这个A仗去决斗 其他人都一半 决斗降游 肯定不划算 决斗对方的这个美毒莎 打不过 而且会影响自己队友 对于美毒莎的一个输出 他这个A仗出的 挺难受的 林肯不怕 林肯他有天堂可以破 这波的 虚空的这个大招 没有照到火枪 这样的火枪 第一攻击目标选择 是找对方的这个黑鸟 黑鸟把自己关起来以后 看一下美毒莎 又是站在高地上的 无解输出 根本没有人管 火枪这个时候输出 只能是找对方的将 我去这个火枪 死的这个速度 A仗的这个影魔 也是直接被A仗 这样没对方站起来 然后开启BKB 但是根本顶不住 这个美毒莎的输出 这美毒莎输出实在是太高了 然后军团又跑去断兵了 美毒莎 这个虚空军团又去断兵了 军团这样比赛 别的没干什么 断兵断的是真溜 虚空这边跳出来 我还想留人 没有留住 那么兵线又是被这个军团给断掉了 但即便断掉这波兵线 其实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价值 因为上路的兵线 第一个是马上都到 第二个是火枪 有100秒的复活事件 没有买活 而VG这波团战 打到最后也只死了一个AA 虚空要出玲珑心 出玲珑心也行 出了玲珑心以后45秒 觉得 这个Lion还是在不断地 用自己的大招去搞事情 但这个 象征意义上来也就是 还让最后一个下路的远程兵游 然后这样啊 VG是战胜了秘密 他这个战胜秘密就有点凶了 讲道理就说 这里军团上来刃甲决斗 可以杀掉对方这个黑鸟 杀掉黑鸟以后自己应该是也要死 直接也死 这美杜杀无解 美杜杀真的是无解 黑鸟这边也买活 军团也买活 影魔还有十秒钟复活 Lion就没死 Lion吸一波 Lion美滋滋 这里军 哎呀 这个买活的军团这下僵了呀 这里A了大招 砸上来 军团就压倒进入社 给自己加个技能 接着往回跑 影魔这里掩护一下 但是没什么用 自己也 这场比赛A4的这个存在感 几乎为零啊 而且感觉A4这个家伙 在来到这个 就是来到秘密以后 他的这个英雄池的问题 是暴露出来了 他的英雄池不是特别好 这小男家直接是跑到 对方的泉水里面 开了一波大招 然后 然后偶尔被打死了 然后偶尔被打死了 这个老十一也被打死了 Lion美杜杀层买活 开大 过来强拆地 那最终这张比赛 还是VG取得了比赛的最终的一个胜利 54分钟 应该说VG这张比赛打的还是 比较稳 没有冒太多的风险 基本上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而且表现比较稳健可以说 没有出现特别多的这种问题 该刷的点都刷起来了 然后秘密这张比赛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就是ACE这个影魔确实 整场比赛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就是他刷的钱很多很多 但是整场比赛真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也只打了两万的输出 反过来对比就是对方黑鸟这个点 其实这场比赛的输出也很低 他只打了一万八千多 但问题在于美杜杀这个点太强势了 而且美杜杀的一个经济起来以后 老十一这场比赛很早的做出来一把跳刀 他非常早的做出来一把跳刀 也是导致对方这个秘密所有的人 在这个整个团战的时候 一个战位很难去掌握 就对方一个美杜杀往前一顶 你说你是打还是不打 如果你打这个美杜杀的话 那么你的火枪一定会暴露 火枪如果暴露了 老十一就可以找你的火枪 如果反过头来 你说秘密这边主动进攻 可是主动进攻的话 秘密这个阵容 他的主动进攻节奏非常的差 这场比赛 他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主动进攻节奏 而且他主动进攻是要带着影模去的 而影模这场比赛 整场比赛就没有什么作为 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练过这个体系 还是 当然肯定是没练过 这个毫无疑问 因为毕竟是CD模式的比赛 他不可能像这个队长模式那么熟悉 他肯定是没有练过整个 这个体系 但是他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战术思路和节奏感 秘密确实打得太差 尤其是在这个游戏进到十分钟左右的一段时间 就从十分钟到三十分钟这段时间 感觉秘密一直在梦游 所有的人都在梦游 特别是影模 影模每一次去参团的时候 永远都是姗姗来迟 他在赶到战场的时候就俩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他已经追不上对方了 第二个是他已经打不过对方了 他每一次参团都是这两种结果 没有任何一次说我这个影模赶到战场的时候 我能够去找到机会把对方直接切死 或者能够形成收割 影模这英雄本身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他其实是一个战装输出点 或者是一个战争的发起点 也就是说影模必须最好的节奏是 一开团就在战场当中 你可以让队友等着去救你 但是你一定要在战场当中 换句话说就这两比赛 其实秘密很长时间都是处在一个四打五的一个情况 就是影模确实没有什么作用 跟这个决者还不一样 决者的黑鸟这两比赛是因为每次团战都被针对 那别人没得打 虚空你打不掉 打冰魂跟那家海要打不着 冰魂这个英雄打了没什么用 你只能就打你黑鸟 美杜莎打不过 就只能打黑鸟 所以黑鸟这两比赛是承担了一个 他是承担了一个被对方挤火的任务 由于咱们这个伤害并不能够统计他受到伤害的总数 所以这两比赛不太好去判断他挨了多少打 但是这两比赛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团战的时候 据者的黑鸟永远是第一时间被打成一个空险 他也永远都是在用这个关去救自己 来浪费对方的一个输出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秘密这两比赛在这个搬选方面 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火枪这个英雄确实拿出来以后 是让我感觉眼前一亮 但是A4这个影幕确实是有点下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咱们晚上见 在这场比赛